說總統以本憲法規定行使遞決條約及宣戰購合之權 但是這個總統縱使依照本憲法規定行使了遞決條約及宣戰購合的權利之後 按照憲法的58條 它仍然送到行政院的院會 是要送到行政院的院會 經由行政院會議來議決之 我想請教一下簡秘書長 總統即使依照本憲法的規定 行使的所謂的締約宣戰購合權之後 仍然送到行政院會議要進行議決 從行政院的觀點來看 這算不算是一個很重大的事項 應該是嘛 對不對 那也要經過行政院會議的議決 那麼剛剛也提到 行政院院長也同意列出四項 包括持續推動 乃至於包括要留待新政府決定的 那麼如果說像這樣子的一種案 送到了行政院院會議決 那也很明顯是屬於重大爭議的案件的話 那如果說我們訂定交接條例給新總統當選人有一定的地位 那麼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案 它有意見的話 那麼從行政院的觀點要放下來還是要仍然進行議決呢 這個我舉個例子 我們跟國外的協議 有一些是會有重大爭議的 有一些是沒有的啦 比如說現在我們跟國外 那個節目我想快點 就是說如果新總統當選沒有爭議的 我想很多案沒有爭議 對 沒有爭議的 對 沒有爭議的 新總統當選 我現在舉個例子說 新總統當選沒有爭議 那當然行政院院會議決嘛 對不對 我現在講的是說 新總統當選人認為說 這個不宜推動嘛 那剛剛講行政院也同意說 如果新總統當選認為這一個不宜推動的 他們就會停下來嘛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講的例子是指新總統當選有意見的 沒有意見當然就沒意見了嘛 對不對 有意見那怎麼辦呢 這個部分 所謂的有沒有意見 那你剛剛的前提就是 新總統要先提出來嘛 對對對 我現在假設也是新總統當選有提出來嘛 你這個假設是說 新總統要提出來 如果新總統沒有提出來的 我現在講的就是現於 現於新總統當選人有提出來的啦 對啊對啊 那提出來的 那行政院院會 在這個部分的態度 有可能就不會過 有可能就不會過 對對 有可能是不會過 對對對 是指不會過 但是你如果幫他 那個 顧慮了 如果你把他定為說總統不能簽訂 協議等等的話 就連有正義的也不能夠 沒有沒有 所以我剛剛已經退一步了 我剛剛已經退一步了 我現在沒有說總統不能夠去 去遞約嘛對不對 宣戰夠合大概不至於啦 我們講說遞約嘛 現在大家就講 那總統依照38條 依本憲法的規定去遞約了嘛 可是總統的遞約之後 仍然要送到這個行政院會議先議決 當然還不要送到立法院審查 這是另外一件事啦 對不對 一般是要啦 這大法官也解釋了 那送到行政院會議決 我說光送到行政院會議決 那如果沒有爭議當然就沒有爭議嘛 沒有錯 所有的很多事項沒有爭議 就過去很多案子嘛 對對對 那如果有爭議的 如果有爭議 就是說新總統已經正式表示 他認為這個不宜啦 不會過 那不會過 行政院會議會會尊重 新總統當選人這樣子的一個意見 對啦 而不會讓他通過 有可能 您這邊又有可能 剛剛說不會 現在又變成有可能 那個爭議到底爭議多大 那當然有彈性嘛 對對對 您如果加一個非常有爭議 那又不一樣 那好 那我現在問的就是說 那您現在關切的是38條 互與總統的這個 締約宣戰購合嘛 那其他以外的 37 總統公佈法令是要依法嘛 總統的人事的任命 也是要依法嘛 總統宣佈戒嚴這個大概不至於啦 不過也是依法啦 那麼40條的行使赦免 也是依法嘛 對 對不對 對 那 一直到42條 這個都是嘛 到45條 不是 44這個權限爭議啦 43這個緊急處分 我就不講了 那我們現在講的就是 這些都是要依法嘛 對 所以我們在立法行程的 自由判圍內 我 我 我們立法院 對於這一個部分的依法 以某種程度的限制 應該不至於侵犯總統的職權吧 憲法上的職權嘛 對不對 對啊 因為有些的協議跟定約 不是總統交下來的 是由下而上的 所以結論就是說 除了38條的行使 定約宣佔賈合以外 其他的權限啦 我們依法做某種程度啊 的一個處理 在交接條例裡面 應該還不至於構成違憲的問題嘛 不是 我 我再講一遍 就是說你今天 會定約或者協議 是由下而上的啦 假如行政院通過的案 你到 你將來總統 要經過總統 報總統核定的啦 不是總統交下來 給行政院委員會而已啦 那個 我大致上大概就分兩類 一類是屬於 總統依法來辦理的嘛 這個是從憲法的 剛剛程序有點顛倒啦 對 37條以下 大概到42條 或者 緊急命令權我們就不管了啦 到42條 其中除了38條是屬於 寫一本憲法 對 那這個最 最讓你 關切的嘛 對不對 那這個以外它就是依法嘛 那依法的話 我們當然某種 我們立法院 應該就可以在法律的層次上面 產生一種跟 在這個依法的層次上 做某種程度的一個限縮 應該沒有違憲的疑慮嘛 那現在我的問題只是在於 就是剛剛講的 遞約限戰客戶 那因為送到行政院會議議決嘛 那你剛剛也提到了 既然要送到行政院會議議決 那麼 那在行政院 受到進入當選人的質疑的時候 你認為 應該也是不會過嘛 對不對 那從這個觀點 我們來擬定這個相關的法律 應該也沒有什麼 太大問題嘛 那了不起最多 我們引用憲法的44條 就是說 總統如果有什麼 願與願的爭執事項 它裡面是用會商解決之嘛 對不對 會商解決之 我只是套用這個觀念 我只是套用這個觀念就是說 那既然有爭議的話 都有所謂願祭之間的爭議 都有會商解決的機制的話 那在發生總統 即將卸任的總統 跟夾著新民意當選的這個總統 發現了這個 發生了這個所謂的爭議的時候啊 那應該至少也可以規定 是會商解決嘛 對不對 啊 這點同意嗎 因為 這個 這些可能要從把 條文內容 寫出來 再來討論 也是比較具體啦 至少 至少看出來 你沒有這一個 像早上這個以來啊 你一直講到違憲 違憲這樣子的一種用 你現在的條文是非常的不當啦 那我剛剛提到的 沒有錯 你這樣已經做了修正 那我們看修正過的條文 我們可以探討 就是 講來講去 就是憲法的38條嘛 對不對 其他的條文我想 可以探討 不立法院應該都有這個權 來做一個限縮嘛 對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這個程序上我先處理一下 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臨時提案的修正 我們等一下請宣讀一下 然後 呃 好 我們請宣讀